这两天我接受俄罗斯记者的采访谈了一些关于俄罗斯的朋友们现在非常担心的问题 那就是美国耶伦呢 美国布林肯呢 接二连三到中国来 捏着中国这个位置 要在金融上采取动作处理中国的某些银行 理由是你跟俄罗斯做贸易了 我不高兴 我不爽 所以我就要求你不能这么做 否则我就惩罚你 一 南海捣乱 二 东海惹事 向台湾输送武器 然后拉着盟友跟你过不去 还有一条 那就是我在美元结算系统swift里面 我可以把你踢出去 我就这么跟你过不去 美国是个金融强国啊 美元现在就全世界有霸主地位啊 所以俄罗斯朋友担心的是中国能不能扛得住 中国当然扛得住 美国又不是第一次了 俄罗战争刚开始打的时候 美国就这么威胁 但到现在为止 美国他该怎么咳嗽就怎么咳嗽 我们该喝三个苹果就喝三个苹果 果粥啊 豆浆啊 牛奶啊 也就是说 你美国你自己啊 手伸得太长了 你管的太宽了 你自己是谁啊 你上帝吗 但是话说回来 美国的确有可能给我们制造麻烦 我跟俄罗斯朋友说 我说这事啊 咱们又不是第一次遇到了 中俄关系是经过考验的 经过考验 现在中俄关系更全面更稳定啊 更灵活啊 内在的适应性和外在的适应性更强了 我们中国贸易增长2023年是2400多万 今年只会更高 美国人不高兴 你不高兴你的 在俄罗斯战场上给俄罗斯军队提供各种零部件的60%以上是谁啊 是美国机器盟友啊 所以你自己管不住你自己 至于向乌克兰提供的 那就甭说了 你起哄家秧子 天火焦油 中国主张和平 中国提出12点 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主张 中国是希望大家一块吃肉啊 论金分银子 大家会发财的 我们跟你们路数不一样 你没有权利来决定我们该怎么办 但是话是这么说 美国确实有可能给我们制造麻烦 尤其在金融上 勒索加上金融制裁 这些东西其实是战争手段的运用 战争不是最激烈的政治吗 那既然是政治手段的运用 经济手段 综合的手段 所以现在我们对美国给我们制造麻烦这一条啊 也必须有充分的估计 既然他是金融强国 他有本事给我们制造麻烦 那我们就得克服困啊 我们就得解决麻烦呀 所以建设呢 大国金融 建设金融强国 这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任何一个以银行业为主体的国家 你首先需要一个庞大的货币市场与之匹配 因为你银行放出长期贷款之后啊 为了应对老百姓日常提款 司马南到了南楼五巷这个支行 说我今天我要提五万块钱 说干嘛去 我看网上有个短视频说 我提出来存到对面银行去 你这属于你是没事捣乱嘛 但是不捣乱 老百姓日常总是有需要啊 你银行你放出长期贷款之后 为了应对公众日常提款需要 那必须都有海量的短期流动性支持 明白吗 就银行都把钱存够了 你没存钱 你钱不够 人家到出来提款提不到 那成什么人了 那么慌了吗 那这些短期资金到哪去弄啊 您千万别以为银行后面金库里边存了很多很多钱 NO 金融圈子里边不成本的规定 大家都能看明白的是 这些短期资金必须在货币市场上拆借 这有点专业性啊 财政学您学过没有 货币学总学过吧 第二就是经济追赶 经济追赶这是个独有的概念 它意味着投资项目可参考前人的成功经验 这决定了银行对于投资项目的风险 你怎么认知 怎么评估 怎么相对容易 正是因为这么一个原因 所以银行主导的信贷金融模式 一般都是经济追赶期的国家的标配 就说中国现在经济发展45年 我们接近两位数的增长 我们中国经济大发展 中国在追赶呀 要不然美国人也不至于这么急呀 美国人为什么发毛啊 美国人为什么情绪冲动啊 美国人为什么老跟咱们过不去 这些不是咱们共产党领导的干的不好 是共产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 我们干的太好了 我们越来越接近美国 摸到肩膀头了 美国人不舒服了 那在经济追赶期的国家 在金融上就有这么一个特点 银行主导的信贷金融模式 我管了个班啊 我不知道话说的清楚不清楚 现在要说的问题关键了 现在我们不光是追赶了 我们现在要超越 超越就意味着钱无古人创新 你从事创新的企业 创新的企业它第一没有抵押 第二没有现金流 第三失败风险很大 你超出银行信贷以及债权投资者所能容忍的范围 这话明白吗 这家企业 这家企业特别有前途 我今天刚刚看到清华大学的一个团队做出的那个产品 跟那个sora的东西一样 给他一个提示词 然后他就生成16秒的 特别精彩的 符合物理学规律的 就有前瞻性的 复制过去预测将来的那样的画面 不差的 我看的非常震撼 像这样的企业 这样企业 你跟他要 你说你们的现金流 你看能不能讲一下 第二呢 你这个东西对标美国哪个企业啊 第三呢 你能不能保证不失败啊 至少保证我回本啊 你跟这企业讲 完了 清华的团队那就拿不着钱了 按照传统的模式肯定拿不着钱 所以啊 我们今天要求我们的金融结构大转变 这个转变就是从间接的金融转向直接的金融 从债务金融转向股权金融 因为你只有股权投资者才是预期的投资者 我入股啊 对企业未来发展的关注能远大于对企业过去和当期的收益的关注 所以这件事非常重要 金融创新 是吧 创新型企业发展 你要想拿到足够的资本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所以人民日报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金融评论员 纽文新就强调一个观点 要推动长期资本 股权资本更多生成 这就是中央一再强调的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一 正因为这样 所以构建健康的中国股权类资本市场 对发展 现在大家都说这个新制生产力啊 推动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大的战略的价值 你要发展新制生产力 你要服务于实体经济 你要服务于最具创新能力的这个企业 那你必须和金融旧事理进行斗争 因为它干扰啊 你要是这么做 你跟原有的金融旧事理必然发生矛盾啊 你竟然是新制生产力 作为生产要素的关键 你支撑你创新 你玩sora 对标sora 你比他弄的还漂亮 那当然是金融高质量发展 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不然的话 你怎么可能推动新制生产力发展呢 新制生产力要钱 请问钱从哪来 就这么一个问题 或者说什么样的金融品质才能够匹配现在我们大家所期待的创新 不同的金融方式 应对不同的功能 你首先得摆脱传统的 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发展路径 你找一条新的路径 就长期的资本呗 新的路径 那就是你把短期的货币金融改为长期的资本金融 就是金融结构 你应该股权资本为主 债务资本金融为辅 如果我们的新制生产力 我们的创新企业能够得到长期资本的这种资助的话 我们的金融也强了 我们的企业实力也强了 那我们就不怕美国的这种制裁 你制裁动不了我的筋骨 或者换句话说 李玉和的话说 你只能把我的筋骨松上哪一松 好了 这期节目说到这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国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基金民斯法兰 再见